起超棒 越南最高的大楼 嗯 好甜 蛮特别的啊 我们上澳最上面 又是另外一个棚子 阿爸哥吧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嘉欣 我跟老公呢 现在就在越南最高的大楼下面 非常高 在这个胡志明 这么高的高楼 它叫Landmark 81 那我们现在要去 越南最高的咖啡梯 看看 然后顺便可以看看整个胡志明的景 好 进去吧 走 我们要到48楼 换电梯 对 换电梯 这有点像在101的 越南最高的大楼 就是它要到那个 饭店吧 那个什么 Win Pro 对Win Pro 就是越南最高的大楼 哇 这里48楼 又有点可以拍到这么漂亮 擠 有啦 就等下你去咖啡厅跟人家 吃东西这样 这很漂亮喔 这很漂亮喔 这有48楼我就一直到这里 你去咖啡厅 对 这也很漂亮 谢谢 谢谢 就开关门了耶 它已经在那个地方换你按了 哇还不错耶 还蛮科技感的 如果你要来这里 有一些人会去那个上面 去看那个景 然后那个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 去这个咖啡厅 一边吃东西一边喝东西啊 好一点看 那个景 而且你吃东西你就会觉得 诶 好像有滑回来那个东西了 滑回来那个 Viu 对 那个view很棒 我们到75楼 嗨 这个店名 就是这里的 哇好像不错耶 诶 很棒耶 你看坐外面的 地方 黑 这个鞋很棒耶 就是冲鞭耶 这个是无敌 这个紫 我觉得应该是蛮紫的 它要表现的 现在来点一下看它有什么 餐 它好像也没有说什么低消什么的 来点点看你要吃什么 嗯 你选了 选 好像干的 它是干的耶 菠萝蜜 对 菠萝蜜 对 应该有咖啡 辣底 然后这一个是 茶 black black green tea brince juice tea 不知道怎么样 然后美 美 不错的饮料 美观的饮料 饮料 佩吉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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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吴志明哥 吉 哇 来看廖先生 看你觉得这个门票值吗 饮料被门票 嗯 好甜喔 哈哈 好甜 好像原来很多 这个饮料都蛮甜的 好这个呢 先说这个吧 嗯 这个有点那种 巴辣感 然后 打成汁的感觉 巴辣感 就是巴辣感 好吃感 好吃感 有很干燥的巴勒感 你就知道了 然后 然后 想要它那个味道 然后今天变成一杯这种 汁 它有点茶 味道 但是茶味很淡 几乎没有 但我觉得 这里 这里主要还是一个集合 对 饮料 只是让你配而已 对 就是一个 入门票的感觉 下面很多 那个 这好像是 下面是果酱 还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 这表情 菠萝蜜的味道 其实喝不太到 比较多的是 那个 咖啡的味道 但是咖啡 中间有一种 那个 果肉 好像有果肉的 口感 有有有 甜甜的 可能是菠萝蜜果酱 还不错 不错 可以试一下 大家一定要 常先一下 对 上来啊 看个风景啊 喝个下午茶 对 然后配这个 胡志明最棒的景 新年前是不是 没什么 没什么人 对 而且它 它好像本来要开到9点 但是今天它只开到6点 对 哇 这家餐厅 这家咖啡厅 它景超棒 景超棒 好棒的景 然后 还有奥大厅 这里都是座位 我们来喝一口 这有咖啡味吗 有 所以它叫拿铁 有啦有那个 它的味道是有 只是没有那个咖啡那么浓 泡一泡一下 蛮特别的 来喝喝这个 这个 黄什么 黄绿茶 来 汁 酸酸的 酸酸甜甜 然后有 它后面的味道又有一点那种绿茶的香味 就带不去 还不错啦 但好甜 对 对 好啦我们主要上来是来看景 不想花钱吗 不想花钱去看那个81楼那种景的话 就在这里一边喝喝咖啡配这个景我觉得还不错 这家餐厅呢它在那个Winpuff 然后就是你搭那个Grab过来之后 还有这样过那个桥吧 是不是西贡河啊 然后才到达这里 然后你要去的是那个Winpuff的那个 Winpuff 对那个饭店那边 然后上到48楼 对吧 然后再转店 你知道你一直跟他说你要去那个咖啡就可以了 他听到咖啡就会帮你按 对 他听到咖啡就会帮你按 75 这样子 我觉得都真的值得去啊 而且就两杯饮料 然后大家一起喝喝 然后享受听听音乐 然后可以看到整个景 晚上啊 下午都不同的景色 尤其是当归的时候也觉得很不错 推 推爆一个咖啡 像你看这个雕嘴的老公 雕的人 雕的老公都觉得这间还不错 对不对 不是喝也不是不是饮料好不好喝的问题 是这个景是很值得 可以啊 嗯 心情很好 然后我们上来的是大概40万吧 嗯 越南币 还有上去 我们上到最上面又是另外一个风景 哇 这个很漂亮 可以看到更 更漂亮的 716楼 对 716楼 哇 然后而且你看那个湾超美 而且而且我们发现 就是这个地方 喝咖啡 我们喝到来大概500 大概不到550吧台币 然后我看那个门票给给的买 就是你去到81楼 比如说VR玩啊什么的 嗯哼好像要543块一个人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值得的啊 就是我们就没有想要去玩 就是我们就没有想要去玩 对 对我们可以喝个饮料 然后看到漂亮的美景 嗯哼 嗯哼 飞机 然后小孩跟苍蝇一样 对 然后胡志明鸡场 嗯哼 就在那里 每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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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是住宅吗 感觉像是住宅哦 这个就是应该是坐上去 Skyview Landmark Skyview 这里就是去那个上面买票的地方 然后这是上去的地方 Landmark Fast East Drive View 我觉得还是咖啡厅不错 是你选哪一个咖啡厅 咖啡厅比较好算啊 对啊 你就直接坐上去就 就到七十五楼 七十五楼 七十六楼去了 所以你觉得坐上去应该比较好算啊 对啊 直接就坐上去 去那边 那个饭店那边坐上去 对 然后到那个七十五七十六楼 然后而且那个景也是不错 然后他又不用说这个票价那么贵 嗯 如果大家有去胡志宁的 一定要去这一间咖啡厅 加上只要一人一杯饮料 我觉得就可以看得那么漂亮的景 对我来说是蛮值得的 然后待在那边一个下午 然后喝喝咖啡也蛮chill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放松喝个咖啡 可以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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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